委員好 市長好 這個問題我事實上從第一個會期的時候 就不斷的在質詢 每一任的行政院長都承諾 每一任的交通部長也都承諾 林佳榮部長剛上任的時候 我還為了這個事情 特別去交通部拜訪他 其實上下班的時間你只要有經過戲子 都會知道戲子的交通狀況 真的是已經讓人無法忍受了 那這件事情要改善 有關於大眾捷運的部分 民村戲子縣 從開始規劃到現在 已經超過15年 密密麻麻的整個過程 我全部都列在上面 來請次長麻煩您看一下 新北市 臨近的各區 每一區 現在都已經有捷運 不管是蓋好還是正在蓋 只有戲子到目前為止來掛臨 到目前為止來掛臨 有很多人口數 比戲子還要少的區域 都有一條以上的捷運 所有的戲子人都在問 我們是不是赤等公民 到現在 快20年了 有很多規劃的 比民生戲子限慢的 現在都已經在蓋了 還要再等多久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很積極 遵照委員的這個意見 在推這個案子 那 目前是卡在民生段這邊的環評問題 那我們也 台北市政府 我去年一直追他們 台北市政府 他們把他們的環評 送出來了 按照我的了解是 送給交通部 轉到環保署的時候 曾經被退一次 但是台北市政府 又補充了資料 現在也送到交通部了 現在的進度 到底怎麼樣 是卡在交通部 還是在環保署那邊 這個我們喔 會積極來跟環保署這邊溝通 趕快來排審 拜託次長喔 你把我的意思 跟林教榮部長轉達 他剛上任的時候 我很重視這件事情 我特別跑到交通部去看他 他給我的承諾 給汐止人的承諾 不要忘了 這真的拖太久了啦 次長你們的承諾啊 去拜託一下環保署 有必要的話 我跟次長 或部長一起跑一趟 都沒有關係 全部都現在這種行政作業當中 大家真的快受不了了 這個的確齁 下次有必要齁 如果環評的時候 我也可以親自 帶著專業團隊來說明 OK好